秀林湘第二届篮球联赛第二场次是在闻蓝春季赛有六支队伍前来切磋球技 乡长王玫瑰也亲自主持了开球仪式 王玫瑰他还表示说为了提高秀林湘篮球水准 也提供中壮年和青年学子参与运动季赛的机会 要提倡乡内的运动风气 24号一早秀林湘第二届篮球联赛还没有展开竞赛之前 秀林湘长王玫瑰在闻蓝春多工人集会所 篮球场邀请来闻蓝春长田文才和春干事 来个投球热身赛来为活动来加温 今天向第二届篮球联赛第二场次要进行比赛 则是由秀林湘长王玫瑰进行抛球展开开球仪式 一起来为活动揭开序幕 上方第一个比赛则是由博士林队和同门春队进行比赛 秀林湘长王玫瑰也为两队加油打气 秀林湘里 obaires 秀林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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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各位选手安心的试首舞酒 秀林湘的场地 那有什么任何的意见 也请大家多多的提出 也建议公所 genuine 整个未来的方向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上运动 秀林湘午立湘 秀林湘他们 而我们会表示 西文湘第二届联赛赛事分别为社会男子、社会女子以及老马祖 分别在每周六在各村多功能活动中心的篮球场进行比赛 并且在5月29号进行闭幕颁奖仪式 西文湘所希望透过这次篮球赛事能够提升西文湘篮球运动风气 进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篮球好手 让西文湘成为全国篮球赛的精英重镇 记得喜欢西文湘报导